听别人的故事,悟自己的人生,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 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跨年夜,女儿就病复发,进了ICU,老公却关机陪白月光母子放烟花。 三天后,她终于想起冲进病房,眼前一幕却让她傻眼,悔恨终身。 跨年夜,我的女儿病危了。 弥留之际,她说自己想再看爸爸一眼。 可我根本不敢告诉她,她的爸爸现在在陪别的孩子,陪她放烟花,陪她迎新年。 而我的手边是一通又一通被挂断的电话。 女儿带着遗憾死去,而我也在绝望之中跳楼了。 我没想到,我会重生。 远远死在我怀里的画面就好像还鲜活,发生在我眼前。 我上一辈子,死得很狼狈。 远远迷流之际,最后一个愿望是看一眼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再见到过的爸爸。 可我根本不敢告诉她,周崇景的电话根本打不通。 不管我发了多少条消息,求了她多少遍,永远都是石沉大海。 而我却在万山山的朋友圈,看到了陪着她女儿统统放跨年烟花的周崇景。 今年跨年有人陪着,小家伙很开心呢。 我绝望,愤怒,不甘。 没有掩藏好自己崩溃的情绪,圆圆那么小一个孩子,她看懂了。 妈妈,爸爸不会回来看我的,对不对? 我把她抱在怀里,拼命跟她说对不起。 我感受着圆圆小小的身体越来越凉,越来越硬,没有了最后一点生气。 窗外的跨年烟花绚烂多彩,而我的女儿永远消逝在了人世间,带着永远遗憾,离开了我。 我失去了在人世间的最后一点活下去的希望。 一个人沉默着将圆圆安葬好之后,我走上了医院的天台,没有任何犹豫,心灰意冷,一跃而下。 灵魂飘在尸体上空的时候,我居然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周崇景。 他大哭着跑到我的尸体旁,求医生赶紧救救我。 可我头都快摔碎了,怎么会就得回来呢? 我的灵魂疯狂嘶吼着,想要周崇景离我的尸体远一点,我嫌恶心。 我还想狠狠扇他几个耳光,可我什么都做不到。 可没想到,我竟重生了。 没有人知道我发现自己重生后究竟有多么兴奋, 没有人知道我再次看到眼前活生生站在我面前的圆圆时, 克制了多久才没有让自己痛哭出声。 我拥有再重来一次的机会,那么这一次,我一定会改写我和圆圆的结局。 至于周崇景,他应该下地狱。 眼前的周崇景面上带着歉意看着我,摸了摸圆圆的头。 宝宝,对不起,爸爸有很要紧的事情要去处理,很快就会回来的。 渺渺,最后一次,彤彤病了,真的离不开我,圆圆舍不得, 但是从来不会阻挠爸爸的任何决定。 他那么懂事,懂事得让我心疼。 我看着眼前周崇景那张让我恶心至极的脸, 没有忍住,一只手捂住了圆圆的眼睛, 一只手狠狠扇了上去,啪的一声,清脆响亮。 要紧的是,去看你的白月光跟别的男人生的孩子, 比你亲女儿生病都要紧吗? 还是深夜给你穿着清凉的白月光修水管,要紧吗? 周崇景被我打猛了。 她捂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表情一瞬间变得恼怒起来。 她指着我,咬牙切齿。 江淼淼,你思想龌龊。 珊珊孤儿寡母,在这边又没有什么亲人, 我帮衬她一把,难道有错吗? 你说话怎么能这么难听? 我抱起远远往外走,周崇景不依不饶,她还想继续跟我扯所谓的道理,而我只是打开门,转身对她道,死远一点。 周崇景顿时熄了火,我无所谓的态度让她无话可说。 她沉默许久,最终还是抬脚走出了这扇门。 从前我因为她无数次毫不犹豫地踏出这个家门而疯狂内耗, 到最后不仅自己患上了抑郁症,还忽略了远远。 重来一次,我不会再让这样的情况发生。 死男人,只配挂在墙上。 周崇景走之后,我也抱着远远走出了家门。 远远抱着我的脖子,懵懂问道, 妈妈,我们要去哪儿呀? 我重生的时间点还算早, 远远这个时候的心病虽然严重,但并不是不可控的。 我摸着远远的小脑袋,笑道, 妈妈带你去找好玩的, 让我们远远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再也不会因为讨厌的人伤心,好不好? 远远开心点头。 我抱着远远, 打车来到了一家本市顶级的心理机构, 麻烦帮我找一下你们这边最好的心理疗愈师。 前台动作很快, 我也很幸运, 正好碰上了那位叫贺串的心理疗愈师今天有空。 远远更是见他第一眼就喜欢上了他。 他在我耳边悄悄说道, 妈妈, 远远喜欢这个叔叔, 这个叔叔的眼睛会笑。 贺串笑着走过来, 那叔叔带着远远去玩游戏好不好。 远远是很怕生人的, 但贺串的眼睛就像有魔力, 让远远没有拒绝他的怀抱。 看着远远被喝串乖乖地带着做心理测试的时候, 我从重生以来高悬着的心也算是开始缓缓落地了。 在这期间, 我收到了万珊珊发来的微信消息, 是一张周崇景抱着彤彤哄她睡觉的照片, 而万珊珊依偎在她身旁, 靠在她的肩膀上。 多么温馨啊! 如果叫外人来看, 谁会不认为这是和谐的一家三口呢? 阿景哄彤彤睡觉, 真是意外地娴熟呢! 平时在家一定是个好爸爸, 经常哄你们的女儿睡觉吧! 好爸爸! 我不禁吃笑一声。 在万珊珊离婚, 重新出现在周崇景的世界之前, 周崇景跟好爸爸这三个字根本搭不上点。 我是避孕措失出现意外, 才怀上远远的。 刚检查出来的时候, 她不止跟我强调过她不喜欢孩子, 就算生下来了, 她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一个孩子好。 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 要我打掉这个孩子。 可那是我身体里的一块肉, 我不可能做得到舍弃掉它。 我坚持要留下圆圆, 周崇景为此跟我置气了好几个月, 到最后才松了口。 但圆圆出生之后, 她也确实跟她说的一样, 没有尽到一点做爸爸的责任。 无论是坐月子, 带孩子, 她都以公私事务繁忙为由, 逃避掉了。 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是我自己独自做到的。 可以说, 圆圆是在父爱几乎完全缺失的环境下长大的。 是圆圆长大了之后, 不再哭闹, 周崇景才渐渐对她好一点。 我一直安慰自己周崇景不喜欢孩子, 我不能强求。 可后来我才发现, 她不是不喜欢孩子, 她只是不喜欢我生的孩子。 万珊珊宣布离婚的那天, 她也不归宿了。 后来, 我在万珊珊的朋友圈视频里, 看到了手忙脚乱哄着新生儿的周崇景。 崇景说她不会哄孩子, 但她愿意学。 哈哈哈哈, 期待从前一回家听到圆圆哭声, 就会下意识猝眉不耐的男人。 此刻听着另一个孩子的洪亮的哭声, 却笑弯了眼睛。 孩子不是她的, 是万珊珊和她前夫生的。 可她喜欢那个孩子喜欢到了骨子里, 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她。 而我的圆圆, 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回复万珊珊明晃晃的挑衅。 我们之间算不上聊天, 几乎全部都是她单方面的挑衅, 我从来不回复。 从前是心痛到不敢回复, 如今却是完全不在意, 放长线钓大鱼。 我笑了一下, 拿出了口袋中的黑卡。 黑卡一脚的落款是个井字。 然后拍给了万珊珊看。 万珊珊沉没了, 没再发消息过来。 但我知道, 这只是海平面风暴来临之前的宁静。 万珊珊怎么会沉得住气呢? 周崇景自从那天出去了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过家。 我知道, 她在等我低头。 可从前会低头的江淼淼, 是深爱她的江淼淼, 不是我。 对于她的行踪, 我根本不在意。 我一门心思扑在圆圆的心理治疗上, 巴布的她再也不回来爱我的眼。 兴许是死过一次的缘故, 又或许是对周崇景没有任何爱意的缘故。 上一世困扰我多年的抑郁症, 竟然在这一世奇迹般地消失了。 果然, 男人只会让女人乳腺增生。 别无用处。 周崇景虽然没回来, 但我用脚趾头都能猜到她待在哪儿。 因为万珊珊的朋友圈, 几乎每天时时更新周崇景的带娃日常。 场面十分温馨, 谁看了不说一声一家三口, 幸福美满。 有他们的好友不明所以, 问两个人是不是破镜重圆了, 还有人问童童是不是她亲女儿。 周崇景在评论区辩解, 只说童童太小没了爸爸, 我想让她的童年完整一点, 大家别误会。 冠冕堂皇至极。 我一一点赞, 从不过问一句, 一个字一个表情都没有。 各种社交软件上 频繁显示周崇景访问了我, 我只当没看见, 从不理会。 第二天就是更加详细的周崇景 带娃日常大放送。 我哄圆圆睡觉的时候, 她在哄童童睡觉。 我给圆圆开家长会的时候, 她作为童童的爸爸 去给她开家长会。 我陪着圆圆接受心理治疗的时候, 她在为手指刮破一点蹄的童童 心疼不已。 有好奇的街坊邻居问我, 孩子她爸去哪儿了? 怎么那么久都没有回过家? 我笑得淡淡, 出口的声音不带一丝感情。 死了, 街坊邻居感叹一声, 也就不再多问。 期间, 万珊珊沉寂多日发来一条消息。 你就不好奇, 阿景这么多天没有回去, 究竟是去了哪里吗? 阿景很会带孩子呢, 统统被她照顾得很好。 很低端的明知顾问。 我秒回, 不好奇, 最好是死外面了。 她都不知道周崇景不在的日子里, 不用日日见到那张让我恶心的脸, 有多舒心。 那头沉默了很久, 不停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 许久之后, 那头才发来一句, 哼, 你还学会嘴硬了? 也不知道从前要死要活, 非要阿景回家看女儿的人是谁, 等阿景完全被我拿捏住, 记得乖乖答应离婚哦。 我没发文字, 把那张黑卡图片又发给了她, 再次获得清静。 万珊珊动作很快, 那天之后没过多久, 她给我发来一张照片, 是一张转账记录, 上面是各种大额转账。 我没回, 过了几天, 她又发来一张某高奢品牌的钻扣包包, 保守估计大几十万。 再然后, 是一张房产证, 到最后, 是一张黑金卡。 我这张卡, 比你那张权限更高额度更大哦。 她发的那些东西, 周崇景也全部发了朋友圈, 全部都是仅我可见。 如果是从前的我, 现在估计已经哭得不能自已了吧。 可惜了, 我不是。 谢了。 万珊珊不明所以, 你气傻了? 谢我干什么? 那当然谢她, 给我一堆证据喽。 我现在, 已给他们添赌为乐。 贺串大致了解我现在的家庭状况, 问我需不需要律师, 她有一个律师朋友, 算是本市最有名的婚姻法律师。 我跟她到了谢转了账, 收下她的好意。 然后反手, 以索要回夫妻共同财产为由, 将万珊珊告上了法庭。 她前脚收到律师函, 后脚周崇景在公司就接到她的电话, 为她推了股东大会, 去替她收拾烂摊子。 她要兴师问罪, 又不肯主动联系我, 于是让秘书跟宣布圣旨一样, 要我去公司。 李秘书, 周总让你去一趟公司, 有事。 她那几个秘书, 全部都是见风使舵的一把好手。 周崇景看中谁, 是个人都能看清楚, 只有她自己为了名声, 永远死不承认。 那几个秘书就是典型的例子, 知道我不如万山山重要, 前世我打到公司去求周崇景的电话, 几乎全部都被拒接了。 这一世光顾着修理周崇景, 忘了这几个垃圾了。 我生下圆圆之前, 也是公司核心成员, 他们帮周崇景做过什么脏事, 五年了, 他们大概自己也忘了。 我一点不落, 全部抖落了出去, 然后将这些人统统拉黑。 头条震荡, 股价跌停, 周崇景一下折了四个心腹秘书。 他再也忍不住, 给我发了一条微信, 姗姗是你告的, 我的秘书也是你爆料的。 姜淼淼, 你至于吗? 我承认我两个月没回家是不对, 但那是你先无理取闹, 动手再先。 你以为我是在跟姗姗住一起吗? 我从来没有余举过, 我只是想给彤彤一个完整的童年。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就像个市井泼妇, 只会无理取闹, 粘酸吃醋。 他还想发, 而我回了个之后, 直接拉黑。 清理了列表里的垃圾之后, 我的微信清爽多了。 在贺川的心理治疗下, 圆圆在一点点地肉眼可见的, 变得越来越开朗了。 他已经想不起 曾经那个让他难过的男人究竟是谁了。 是的, 他忘了自己还有一个爸爸。 完全忘记了周崇景这个人。 有一次偶然给圆圆展示给他新拍的照片时, 不小心翻到了周崇景的照片。 我手忙脚乱地关掉手机, 生怕圆圆会突然想起爸爸, 然后开始难过, 功亏一篑。 但是赫川笑得风轻云淡, 完全不慌。 我这才发现圆圆满脸疑惑, 指着已经黑掉的手机, 询问我, 妈妈, 这个人是谁呀? 为什么妈妈的手机里会有这个人的照片呀? 我差一级了。 我看向赫川, 眼神带着询问。 赫川向我解释道, 圆圆这种病, 很大一部分是心病引起的躯体化症状。 通过心理疗愈, 他的身体启动自我保护机制, 本能地排斥掉所有让他受伤害的人的相关记忆, 就像现在这样, 完全忘记了这个人。 或许一辈子都不会想起来, 心病的根源没了, 他的病也就会慢慢好起来。 我兴奋极了。 我终于, 终于救下了我的女儿。 对于亲女儿, 忘记了亲生父亲是谁这件事, 周崇景完全不知情。 因为他忙得焦头烂额, 一边是公私动荡, 一边是白月光求助, 哪个他都放不下。 万山山废物一样, 浴室只会哭, 手足无措, 这件事情, 完全是周崇景帮他处理的。 他倒是还有闲情找我对质。 姜淼淼, 你敢因我? 我发了个偷笑的表情。 啊? 你说谁呀? 我把刀架在你脖子上逼着 你给我发转账记录了。 我跟你说, 黑金卡不发我看就刀了你了。 不跟我炫耀你, 就会死啊。 不知道是谁在犯贱捏。 一通输出下来, 神清气爽。 万山山再没了动静。 仔细算算, 周崇景已经两个月没有再回过家了。 我实在是十分欢喜这种状态, 要是周崇景永远不回来就好了。 可惜了, 周崇景只是被白月光冲昏头脑, 不是死了。 周崇景忙得晕头转向, 微信又被我拉黑, 没办法质问我。 气急败坏之下, 居然十分罕见地给我发了几十条信息。 姜淼淼, 你有必要把事情搞成这样吗?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跟珊珊现在只是朋友关系, 从来没有余举过。 送她的那些东西, 不过是她现在刚离婚, 自己带孩子, 不容易, 精神状态又不好, 尽量让她开心一点而已。 你连这点包容的心都没有吗? 童童那孩子本来就可怜, 刚出生就没了爸爸的爱, 我只是暂时充当一下爸爸的角色而已。 撤诉, 听到了吗? 收到回复一下。 还不回复? 姜淼淼, 你长本事了。 我一条没回复。 开庭在即, 周崇景坐不住了。 他放下身段, 给我打了个电话。 铃声还没开始响起, 就被我掐断。 我看着搂着贺串脖子的圆圆, 想要把她接过来。 圆圆乖, 妈妈今天带圆圆去医院做检查, 圆圆到妈妈这里来好不好? 贺叔叔还要工作呢? 圆圆却贴着贺串的脸, 不愿意松开手。 他现在和贺串是好朋友, 跟贺串贴贴的次数比跟我还多。 我这个做妈的都得吃醋了。 贺串摇头失笑, 打趣道, 没事, 加钱就行。 我无奈点头, 表示同意。 一路上, 我的手机大概响了十几次, 每一次都被我毫不留情地挂断。 贺串抱着圆圆坐在诊室外, 我给圆圆放她生日那天脸上 被抹蛋糕的珍贵录像。 那天的圆圆笑得真的很开心。 圆圆出生那么久, 我从来没有见她笑得那样开心过。 圆圆在贺串的怀里咯咯咯地笑, 说以后贺叔叔生日胎也要这么对贺叔叔。 周崇景赶过来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温馨的画面。 她气急败坏地冲了过来, 攥紧了我的手腕。 这里是医院, 有很多人在, 周崇景极力压低了自己的恼怒的声音。 江淼淼, 你有什么资格责怪我和珊珊? 我两个月没回家, 我说你怎么问都不问, 原来是根本不需要我, 找好了下一个。 至少我是真的在照顾彤彤。 你现在是在干什么? 你是当我死了吗? 你就和别的男人在这里有说有笑? 江淼淼, 你说话。 你是心虚了吗? 周崇景气急败坏地要我给她一个回应。 我沉默许久, 然后轻笑一声。 回应? 好啊。 我抬起另一只手, 给了周崇景一个耳光。 周崇景, 你还不如死了, 清脆响亮, 舒心极了。 这是我重生后, 扇周崇景的第二个耳光, 感觉非常好。 我从来没有这么对待过周崇景。 在我人生的那么多年里, 我永远是跟在她的身后, 用满含爱意的眼神看着她, 从来不要求她的回应。 如今两巴掌, 足够让周崇景开始怀疑人生。 她的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盯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忽然满含讽刺地笑出了声。 我查到你现在在医院的时候, 其实很愧疚。 我自责自己不应该离家那么久不回来, 让你一个人带孩子, 我不知道你们谁生病了, 但至少谁生病了我都会不好受的。 我推了好几个会议, 赶过来想跟你道歉。 我没想到, 看到的却是这样的画面。 姜淼淼, 你怎么那么不知检点呢? 没等我开口, 贺串姜淼淼放到了我的怀中, 朝我低头致歉。 很抱歉姜小姐, 虽然这是工作外的内容, 但贺某不太想再被恶心到了。 所以, 她活动了一下手腕, 利落挥拳, 直接砸在了周崇景的脸上。 这一拳够重, 直接将周崇景打倒在了地上, 再也没有爬起来。 我看着血从周崇景鼻子里嘴角处蜿蜒而下, 她猛了一会儿, 疼得倒吸一口凉气。 如果不是抱着圆圆, 我肯定会拍手叫好的。 不过周崇景很快反应过来, 她从地上爬起来, 怒目而视, 挥着拳头就要打回去。 却在还没到鹤串身边的时候, 诊室里的医生拿着检查报告出来了。 你们谁是周元小朋友的家长? 进来聊一下小朋友的病情。 周崇景放下拳头, 脸上的愧疚一闪而过, 想跟医生说她是孩子的爸爸, 但还没来得及开口。 因为医生看了一眼, 对我和鹤串说道, 爸爸和妈妈一起进来吧。 至于周崇景, 被无视得很彻底。 她咬牙切齿, 冷着脸跟进了诊室。 站在我身边的时候, 她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才能心平气和问我。 元元生病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就因为我照顾彤彤太多了, 你要拿元元的身体开玩笑吗? 江淼淼, 你真的让人很失望。 医生择了一声, 让周崇景闭嘴。 周元这个病, 是娘胎里带出来的, 很罕见, 老实说, 最开始得出检查结果的时候, 我也很不敢相信。 这么小的孩子, 为什么就有躯体化的症状了呢? 这个病原本是会随着躯体化障碍越来越严重的, 到最后, 可能孩子就没救了。 再次听到这样的诊断结果, 我的心依旧不免抽痛一下。 上一世就是这样, 元元的躯体化越来越严重, 病情恶化得越来越快。 她开始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吃不下饭, 喝不进水, 只能靠营养液维持最基本的生命体征。 她那么小, 在经历了所有的痛苦之后, 最终离开了我。 想到这里, 我没忍住, 落了泪。 但是很幸运的是, 周元的各项身体指标如今都在变好, 躯体化症状也在慢慢消失。 这是一个很好的征兆。 元元抬手, 给我擦眼泪。 妈妈不哭, 元元越来越好了, 元元要和妈妈在一起一辈子。 我身边的周崇景, 从一开始的剑拔弩张, 到越听越沉默。 跟医生道了谢走出诊室的时候, 她固执又沉默地跟在我的身后, 然后伸手握住了我怀中元元的手。 她的目光热切, 带着愧疚。 宝宝, 爸爸对不起你, 从今天起, 爸爸每天都陪你, 好不好。 可元元却忽然大哭起来, 妈妈, 我不认识这个怪叔叔, 我讨厌他, 他兄妈妈, 我讨厌他。 元元不喜欢他碰元元的手。 元元一句不认识, 周崇景在原地僵直着, 愣了半天。 怎么会, 怎么会不认识我了呢? 他迫切地拿出自己的手机, 翻找相册, 想要找到自己和元元的合照。 可是没有, 一张都没有。 他的手机相册, 被那个叫童童的小女孩填满了。 没有一个位置是属于他的亲生女儿的。 他只能看着大哭的元元, 一遍遍重复。 宝宝, 我是爸爸呀, 我是爸爸, 元元很排斥他的接近, 大哭不止, 我担心会对病情有影响。 还好贺串及时接过元元, 慢慢地哄好了他。 周崇景在一旁看着, 越看越不是滋味。 他看向我, 冷然道, 元元的病也不是你出轨的合理化借口。 难道我是不在了吗? 明明元元有爸爸, 现在弄成这样, 这么久了, 他连亲爸爸都不记得了。 周崇景这个人, 真的很会怪天怪地, 永远不会把错归到自己头上。 所以, 我没忍住, 在他血迹斑斑的脸上, 又来了一耳光。 我拿出了贺串的心理师资格证, 一下拍到了周崇景的脸上。 贺串淡淡道, 贺某希望将小姐把贺某的资格证 拿着离那男的远一点。 贺某解体严重, 沾到他身上的傻逼气息, 是会崩溃的。 我抱歉了声, 拿远了些。 周崇景今天又是被喝串阴阳怪气, 又是被骂的, 脸上的表情相当精彩。 我没给他发作的机会。 看清楚了吗? 说他是肩肤士吗? 我告诉你周崇景, 我如果不是运气好, 找到了他, 你以为你现在还能看见你女儿吗? 你以为我还能活着站在这里跟你说话吗? 圆圆的病五年了, 我从来没隐瞒过, 病例单, 家里一抓一大把, 但你从来没有关心过。 您贵人是忙, 还记得自己有个女儿呢? 我拿出手机, 将万珊珊的朋友圈敞开了, 对到他的眼前, 让他看个够。 圆圆从前想爸爸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呢? 如今在治疗的时候, 你又在干什么呢? 你在陪另一个孩子, 在当他的爸爸。 周崇景摇头, 不是的, 我只是, 我指着其中一张 童童手指破皮, 周崇景手忙脚乱, 哄他的照片。 童童手指破皮, 你在哄他的时候, 你亲女儿因为想爸爸又想不通, 为什么爸爸不喜欢自己, 从来不关心自己, 躯体化恶化, 发高烧到四十度。 说到这里, 我猴头有些稚色, 深呼吸一口气, 艰难开口。 医生说, 要是烧不退, 孩子大概率就没了。 我一不解代守着他三天, 才从阎王爷手里 抢回他一条命。 我跪遍所有寺庙, 我求神佛要锁命 就来锁我的命, 放过我女儿。 你知道吗? 你什么都不知道。 周崇景, 漂亮话谁不会说, 冠冕堂皇的事谁不会做, 但你永远不配。 怎么, 许你丢下家里的妻子和女儿 不管上赶着对贱人好, 不许我出来 找任何一个性别是男的医生了。 我说完这些, 早就泪流满面。 而周崇景后退了好几步, 跟孩子一样, 无措地靠在了墙上, 捂住了自己的脸。 他没有话说了, 他只是喃喃自语, 反反复复重复一个对不起。 突然, 他的电话响了。 他的手机有一个对特别关心联系人自动接听的功能。 铃声响了一会儿就自动接听了。 喂, 因三分柔, 三分哀求, 恰到好处。 然后就是童童甜甜地呼唤。 爸爸, 你为什么还不回来啊? 童童都想你了。 童童今天摔倒了, 摔得好疼, 想要爸爸哄哄, 周崇景慌乱挂断, 手足无措, 语无伦次。 我痴笑一声, 去吧, 你女儿等你回家讲睡前故事呢。 周崇景摇头, 不是, 她不是我女儿, 我女儿是圆圆。 她语气并不坚定, 眼神飘忽, 我知道, 她又在心疼彤彤了, 她在纠结自己, 要不要回去看看这个摔倒的可怜孩子。 淼淼, 对不起, 我看圆圆的病情现在挺稳定的, 但是童童那孩子是真的身体很弱, 摔倒一下可能会引发很多问题, 珊珊她一个人没办法照顾好童童, 你不清楚, 我回来跟你解释。 淼淼, 我跟你保证, 我绝对跟珊珊没有任何语举的举动, 我只是摄不得童童, 他们孤儿寡母, 从前我不懂为什么狗改不了吃屎, 现在我懂了。 贺串在我身边都听笑了, 我抱起源源离开, 对不起, 有什么用呢? 我早说过, 周崇景, 你不如死外面, 不爱我的眼就是最好的歉意。 我没撤诉, 但是那天之后, 周崇景居然也没在帮万珊珊,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再坚持他那所谓的孤儿寡母论了, 但我不关心。 万珊珊落了个小三的名头, 周崇景从前送他的也被判全部还回来, 有些钱他已经花了, 拿不出来, 那就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了。 如今源源的病已经不需要心理治疗, 我截清了贺串的费用, 又翻了个倍作为感谢金。 现在, 我要做的就是好好陪着源源。 我不在意万珊珊, 我没想到周崇景也不在意了。 这几日, 他一直亦步亦趋地跟着我和源源。 他不敢回家, 只敢守在家门外。 他有钥匙, 但他不敢进家门。 我不知道他入夜时在哪里睡觉, 为什么每次一开门他都在门外, 我也不是很关心。 是有一次听到他在后面咳嗽, 我愣了一瞬, 回了个头。 他自顾自说道, 最近外面有点冷, 所以着凉了, 没事, 不要紧。 我抱着源源离得更远了些, 别靠近我们, 怕你传染。 周崇景有些窘迫地站在原地, 而我早已走远。 他努力地想要让源源想起他这个爸爸, 可源源每每看到他都会害怕很久。 他明确表示过很多回, 自己从来不认识眼前的周崇景, 更不觉得他是爸爸。 周崇景落寞完, 仍然不死心。 源源的躯体化症状毕竟没有完全好, 这样日复一日下去, 某一天夜里他又发烧了。 120上门的时候, 周崇景在车里, 惊醒。 他急急忙忙下车, 问我怎么了, 我沉默着给了他一耳光。 周崇景, 源源好不容易病好一点, 忘记你, 他过得多开心啊。 你想逼死他, 逼死我吗? 放过我们吧, 算我求你的。 周崇景沉默了, 低头不再说话。 好在源源烧得不是很严重, 很快就醒了过来。 我松了一口气起身的同时, 在病房外看到了周崇景的身影。 他小心翼翼探头看了一眼, 捕捉到源源厌恶的视线之后, 又飞快收回去。 我目不斜是走出病房的时候, 冷不迭被周崇景拉住了袖子。 对不起, 渺渺, 真的对不起。 我是混蛋。 我没有回复, 想要扶开周崇景的手。 他自顾自继续说, 嗓音沙哑不堪。 那天我去看完彤彤之后, 我做了个梦。 在梦里, 我和之前那样, 混蛋, 不是人, 而你得了抑郁症, 源源的病也很严重。 梦里的你, 没有找到贺串那样的人, 因为我的行为, 源源的病恶化得很快, 他很快就不行了。 他临死前想见爸爸最后一眼, 想得到爸爸的关心, 而我却在陪着别的孩子, 连个念想都没有给他留。 源源走了, 你也跳了楼, 后来我才发现, 我失去的是两个最爱我的人, 而我永远失去了他们。 埋藏的伤疤再次被揭开, 我心痛到不能呼吸。 周崇景小心翼翼地抬手, 想要握住我的手, 而我后退了好几步, 躲开了。 苗苗, 我是幸运的, 在我发现, 我爱的是你之后, 我有了重来一次的机会。 苗苗,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弥补你和源源, 我绝对不会再干那样的蠢事, 我发誓, 我会永远好好对待你和源源。 源源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床了, 他来到我的身边, 小手牵起我的手。 妈妈, 我不喜欢这个怪叔叔, 妈妈你也不要跟他讲话好不好。 我蹲下来摸了摸圆圆的头。 好, 妈妈也不喜欢这个怪叔叔, 妈妈不跟他讲话, 我们回去好不好。 我没有正面回答周崇景的问题, 但我想, 周崇景大约什么都听懂了。 他脸色苍白地, 瘫坐在了椅子上。 最终双手抱头, 苦笑一声, 又骂了一声自己是傻逼。 周崇景答应和我离婚了。 他主动放弃了源源的抚养权, 甚至连探视权都没有药。 有人在背后议论他, 说他冷血无情, 脸都不要了, 他任由那些流言全部砸在自己头上, 没有辩解一句。 财产分割时, 他把大半财产都分给了我。 我也全盘照收。 领离婚证那天, 我难得画了个明媚的妆容。 周崇景倒是罕见的胡子拉叉, 眼底的红血丝密布, 像是很久都没有睡过觉一样。 他看见我荣光焕发的模样, 苦笑了一声。 这么开心吗? 我心情好, 回答了他的问题。 从今往后, 我和源源不用跟你待在同一个户口本上, 当然开心呢。 脱离苦海, 谁不开心呢? 周崇景沉默片刻, 缓缓道, 我以为你会随身带着圆圆的。 我耸耸肩, 没办法, 圆圆一见到你就做噩梦, 我哪敢带来呢? 周崇景瞬间闭嘴, 再也不说话了。 领证流程很快, 很快我就拿到了绿色的离婚证。 我比拿着任何东西都开心, 哼着歌走出了民政局。 周崇景沉默半天, 到底没有哑巴到底, 他在我身后问道, 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了。 渺渺, 我连连白首, 不了不了不了, 不然到时候恐怕源源要做噩梦, 我也会做噩梦的。 周崇景垂头丧气地准备离开, 忽然遇到了不速之客。 万珊珊, 万珊珊牵着彤彤, 眼中含泪。 阿景, 我知道你不愿意见我, 可我们许多天没见, 倒叫我看清了自己的内心。 阿景, 我想我还是爱你的, 现在你我难为婚女未嫁, 阿景, 我们还能不能重新开始? 周崇景看着万珊珊, 好像从前看不懂得他的伪装, 他突然就看了个透彻, 他开始厌恶眼前人了, 都是因为他, 都是因为他, 他才会失去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他失去了一切, 都是拜他所赐。 看着周崇景越来越不正常的眼神, 万珊珊色缩了一下。 阿景, 看来你没有这个想法, 那我就, 万珊珊匆忙准备离开的时候, 忽然被周崇景从身后掐住了脖子。 周崇景红着眼, 收紧了手, 加重了力道。 都怪你, 都怪你, 是你害我失去了一切。 彤彤吓哭了, 跑得远远的。 万珊珊喘不上气, 情急之下, 咬了周崇景的手背一口。 周崇景吃痛, 将他推了出去。 就是这一推, 将他推到了柱子上。 砰的一声, 万珊珊倒地, 血流了一地。 周崇景傻了眼, 万珊珊死了, 是当场宣布死亡的, 根本没有抢救的必要。 听说, 头骨都撞碎了。 彤彤的父亲不认女儿, 耍赖拒绝抚养, 彤彤被送往了福利院。 而周崇景, 因为故意伤人, 被判了二十年。 他在狱中消极应对劳动改造, 每天都会提出一遍想见我。 但我从不回应。 听说, 入狱之后, 不久他的精神状态就越来越差。 因为疯疯癫癫的, 他永远都是被欺负的那一个。 彼时, 我正带着圆圆覆茶碗, 听医生说圆圆已经完全健康了。 我喜极而泣。 回到家的时候, 发现油桶里塞了一封信。 我取了出来。 渺渺, 两年过去了, 我几乎每天都在做梦, 梦到你在我面前从楼顶一跃而下的画面。 我不敢想象那有多痛, 更不敢想象你那时到底有多绝望。 两年了, 我每天都觉得心痛到喘不过气来。 现在报应不爽, 那样的绝望沦落到我头上来了。 渺渺, 我想最后再见你一面, 可以吗? 求你了, 求你。 我面无表情看完, 然后将这封揉合着眼泪的信 扔进了家中的碎纸机。 妈妈, 你在干什么呀? 没什么的圆圆, 妈妈在处理垃圾。 第二天的时候, 我刷到了社会新闻。 周崇景自杀了。 他打碎了玻璃杯, 捡起碎片割了腕, 因为怕被救回来, 所以就差把手腕一整个割断了。 我看完这则新闻, 常常舒了一口气。 死了? 挺好的。 活在这世上, 不过是一个让我想到 就会隔应的存在而已。 还说死了舒心, 圆圆扑进我的怀里, 要我带他出去玩。 我牵着他出了门。 早春晴朗, 鸟语花香。 明媚的一天。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 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 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 祝你幸福安康, 万事如意。 同时欢迎您留言、 订阅、 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